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a Time Pinch GTC4 的小马 欢迎回到GTC4 的频道 我们又见面啦 好小马在上一集和大家聊过一款 Squarek这个品牌的历史还有Carbon的标款 那来到第二集呢 还是一样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Squarek的两天时间 全名叫做Squarek SUB 39 GMT SUB 39 和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其实在疫情之前呢 是一名空服员 就是人民所说的空姐 在飞机上面服务的哦 不要想有的没有的哦 所以说到GNT这个手表呢 我最清楚 GNT功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它在同一个时间 可以看到我国马来西亚的时间 又可以看到我即将飞往 另外一个国家它的时间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有些国家呢 在夏季将会人为的把时间调快一个小时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是英国 英国目前是GMT Plus Zero 在每年的3月到10月 基本上是与我国的时间相差了8个小时 但是在夏季就会快了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和我国的时间相差只有7个小时 这样呢 他们的操作可以使他们的人民早睡早起 减少照明亮 如果大家还想再进一步的了解各国的时差 识讯我 说了那么多 最重要的还是这一款手表戴在手上真的很酷 而且这支表的尺寸在39mm 我觉得市场上这个颜值又好看 又要这个尺寸的GMT表款真的不多 39-40mm确实是男生和女生都适合佩戴的 我个人觉得男生佩戴这支表的感觉很成熟稳重 不管是西装的白领上衣族还是日常穿搭的搭配 我都觉得很好配搭 比起之前小刚介绍的那一款Carbon 我个人更偏爱这一款GMT 现在我们再来小刚分享一下他的双手心得 我们一起来快速的看一下这支表的规格尺寸 表到表是48.5mm 哇这边做的非常漂亮一个数据 男生女生都可以佩戴 而且这个厚度也只有12.5mm左右 而且是算了他这个凸起的表镜 这个镶形玻璃的这种表镜 厚度也只有12.5mm 那这个表带的部分呢 他宽度是用这个22mm的这个表带 这支表看见有那种复古的味道 那你再看这支表的这个表镜呢 你正面看呢 他的那表圈是稍微比较大 你看他是在40mm左右 所以你正面看的话 他的那个表圈是比较稍微比较大的 遮了这个表身 所以你下面你量的话 他的那个表身 原本的那个表身 大概在只有39mm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点 那说到这个上手的体验呢 小刚想讲一下 这支表我一拿上手的时候 确实有一种 有一种斯文的来 带有一点这个复古风 这个也是因为近期 近这几年复古风这个东西 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火的 那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 那因为复古风原因是 你看他这个主要是他的这个刻度 它这个石标的index这一些 那你看他的只有夜光 他那个点 他那个每一个刻度 那个石标 它是没有一个金属的框在那边 它就只有夜光在上面 就是涂了只有夜光 那这一点就非常像那种 我们看 如果玩朋友 玩熟悉表的朋友 也知道玩表的那些朋友 劳力是那种古董的 一般上它夜光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只有夜光 那个点而已 它是没有好像 现代我们看那些表 有那种好像多了一个框框 就看了比较 新潮那种感觉 这个就完全没有 它的那个石标那些 就只是有夜光那些 它的那种index 所以这一点造就了它很有那一种 那一种复古的味道 而且它全部都是用这种奶黄色的 那石标那分针index这些 都是用了这个奶黄色的这种夜光的 甚至那个表圈的部分 GMT的表圈 也是用了一样这种奶黄色的 要提提这个表圈 那这个表圈呢 它非常有光泽 那你会看到它其实是 你上手玩的时候 它的这个外圈 那个表圈外层 它是有放了这个 这个矿物的玻璃的 所以它这个光泽度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再说一下它整个底呢 奶黄色的这个index 它下面这个底也是配了 这个全黑的这个面盘 非常的简单 就一支红色的这个指针 而且用了这个箱形的这一种玻璃 就是这个蓝宝石这个镜面 它是凸起的 因为整体就真的是有那一个 那一个讲讲 复古的风 其实这一支表呢 它改了很多的这个 就曾经有很多小改款 那这一款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原因是因为 它之前其实还蛮有 另外一种大品牌的味道的 那后来它慢慢改了之后呢 就现在来讲的话 最新这个款式 就非常有自己品牌的这个DNA 这个风格 那你看到它这个旋路式的这个龙头 这个也是很有这个钻石的 这个造型的这个旋路式的龙头 这一些啦 整支表这个39mm这个表格啦 哇整体照弄出来 那个十分针这一些啦 完全就都有自己 已经换成了自己家族 Squally这个品牌的这个DNA 这个风格 那侧边的部分呢 你从侧边去看这支表 也是小康 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啦 它就不像我们市面上看的那种 那种一般上我们看到 那种表的设计 它这个比较有另类一点 你会看到它侧边看 它那个壳 它的表额 是从这个表壳表深的 中间这边延伸出来的 就觉得它那支表壳 是非常非常的有造型 它就不像我们一般的 那个给人感觉是 表壳跟表甚至连为一体呢 对不对 那这支表它非常巧妙 是它这个手法是把它做到 你感觉到它这支表 一从侧边看 好像给人感觉是有一种错觉 好像非常非常的爆这样子 因为那个表 做的是很有符形的这样子 这支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一点 那表带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用这个Squally 是专用这个意大利制造 意大利生产这个Made in Italy的 这个手工生产的这个皮表带 这边质量来讲 确实是不用去怀疑非常的好 那再来就是还有旋转 这个双向旋转的这个表圈 因为它是GMT的嘛 所以这个表圈也比较多了一个 实用的功能也比较好玩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支手标的夜光 真的是非常的美 而且也有带点复古风 夜光的颜色呢 是采用绿色的 所有的index 秒针 时针 分针 GMT针 通通都有夜光 连GMT这个可以旋转的表圈 也都有夜光 这一点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吸引我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 如果那个GMT的圈 它的夜光可以再做更亮点 或者是更持久一点 那肯定会最好 有没有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款GMT手表 它的重量 我们可以看到 大约是在83到84颗之间 那说到机型的部分呢 它是用了一颗ETA改的这个机型 那你会看到后背是没有做透背的 它是用这个实底盖的 那这颗机型ETA改的 不用讲了 也是一样4Hz 28800平震率 这个什么秒听 日期快调 这些通通都有了 讲了很多遍 那主要也是让动力指数 超过40个小时 这一些 不过这一颗的机型的小钢 要讲一下了 那ETA也是出名了 耐操耐用 走势精准了 所以我今天拿到这只 我真的有一点吓到 因为我一上机测试的时候 哇 那个几乎 我算了很多个方位的 那个走势 完全都不超过5秒 那最准的也大概在 0至1秒左右而已 就每一天的这个误差 哇 这个真的是让我有 非常大的这个惊喜 那我不知道第二只 是怎么样的 至少我手上拿到这一只 确实是很准的 也再一次证实了 这个ETA的这个厉害 对这个品牌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马来西亚的 授权经销商网页 或者市面指数上面询问 里面也有其他的大品牌 和小众品牌 可以有来看看 想请小马会放在下方 当然如果你们了解表之后 想要了解我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订阅 小马的IG 还有Facebo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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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